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将带领大家读读他另外一首题材相近 笔法却很不相同的五律名篇 登岳阳楼 岳阳楼在长代已经很有名气 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是一个文人热门打卡地 开元四年 宰相张岳被贬为岳州刺史 他非常喜欢在洞庭湖边眺望 所以招取民工巧将将岳阳楼进行了扩建翻修 许多文人烧客勿名而来 并在这里提诗写字 久而久之 岳阳楼就成为一个书写地标 这种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地理标志 在唐代很常见 跟岳阳楼一样 像是黄鹤楼 滕王阁 寒山寺等等这些地方 可能本身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因为有很多诗人提示 或者某一篇名诗记载过它 就赋予了一些超越时空的地标想象 因此 当大诗人杜甫登上岳阳楼 他作诗不光光是为了抒发情感 还要和古人进行对话 和他们暗中有一种文采的竞争 这种PK很常见 像李白登上黄鹤楼就说 眼前有景道不得 崔昊提示在上头 他认为崔昊已经将黄鹤楼提示 写到极致 担心自己不能胜过它 我想杜甫登岳阳楼和范中烟岳阳楼记 英式古今提永岳阳楼 最有名的两部作品 在他们一诗一文之后 以后的文人为岳阳楼提示 应该压力很大 因为很难超越 李东阳有诗说 无数乾坤天下句 江湖庙朗古人情 就是在歌颂杜甫范中烟 两篇名作 那登岳阳楼这首诗好在哪呢 在讨论这首诗的艺术手法之前 我们先看看古人如何评价这首诗 宋代陆游称赞此诗 庙诀古今 刘成翁称其弃压百代 明代的胡应林 直接将其标为五言律师第一 实际上古人称赞此诗 主要是从三个方面 一是从汉年所开创的 雄昏浩岸的气势 第二是赞美景年的转 从大景色向小我的个人经历的 转换的巧妙 最后一种是对诗歌 整体艺术的赞美 金人陈征杰所编的 唐人律师建筑集评 将古人评此诗的精彩言论 输入其中 观众朋友们感兴趣 可以去找来翻翻 那么今天呢 我想基于古人对此诗的评价 提出一些个人的想法 第一 淋水说清的传统 字不由字 流动的水 似乎特别容易激发 古代文人的遐想和思考 这种说清方式 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淋水发湿 引发富有哲学性的思考 如孔子面对河流发出 是这如自负不舍咒业的感叹 第二种是淋水泳志 三国时期曹操的 步出厦门行观沧海 大家都很熟悉 东陵节时已观沧海 庆顺自在歌以泳志 虽然他没有说明 永的是什么志 但我们知道 他寄托了 永当天下之雄的政治怀抱 第三种呢 是淋水抒情 大多是抒发自己 私意的情感 比如 蟹跳的名句 大江流日夜 客信卑微羊 就是面对江水 抒发自己的悲伤之情 杜甫也有很多 临水抒情的诗篇 比如上一集和大家读的江汉 在题材方面 与月阳楼很相似 都是眺望着水景 抒发自己与亲朋隔绝 飘零孤单的情感 但这两首诗的写法 却很不一样 江汉里面的水景 都是很开阔的静静 但在月阳楼中 水景是磅礴而富有动态的 这与他的剧法的使用 有很大的关联 接下来 我们从情感剧法两方面 看看杜甫登月阳楼 对曹操卸跳的继承和发扬 杜甫登上月阳楼 是大历三年 此时距离他去世 是只有两年的时间而已 大唐王朝也已经步入了 中唐士气 登陵在开元盛世所修的月阳楼 看着气势磅礴的洞田湖 诗人心中不免感慨万千 岳阳楼 杜甫 西闻洞亭水 金上月阳楼 无处东南撤 乾坤日月阳 亲朋无一致 老病有孤舟 荣马观山北 平轩第四流 寒连 无处东南撤 乾坤日月阳 十分精彩 诗人将洞庭湖看作一个巨大的载体 洞庭湖能把无处大地劈开 将乾坤纳入其中 以小洞大 像曹操日月之星落出其中一样 日月这么大的事物 全都被容纳在水质中 以此衬托空间上的辽阔 但与曹操不同的事 杜甫的句法十分巧妙 他用了圣唐诗中极为少见的动词 测 外加浮 使得整个画面富有动态 且有一种浮动不稳定的感觉 有的学者认为 这是暗示当时的世道纷乱 最巧妙的是 世人将动词设置在此句的最后的一个字 无处乾坤是族语 东南日月做壮语 测和佛是动词 他用这种句法表达的 很宏伟的景物 这在唐诗中比较常见 比如说王维 大漠孤烟之长河落日圆 十元放在句末 创造出一种十分震撼人心的动感 但我认为 这一年的句法 有更好的解释 这种解释方法 将会带领读者 更好的理解此诗的艺术成就之伟大 首先我们将 喊连两句第五个字 测浮 理解为集物动词 再加上省略的足语 洞庭湖加上 这句话的语序就应该读为 洞庭湖在东南侧武楚 洞庭湖于日夜浮乾坤 意思是 洞庭湖劈开了武楚 洞庭湖拓取了整个乾坤 整个天下都在洞庭湖的掌握之中 由于东南日夜又可以做明词节 那么此年的气派 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底部 洞庭湖册武楚 册东南 洞庭湖拂乾坤 拂日月 下句的想象尤为令人震撼 因为洞庭湖将流逝不止的时间 也拂起来 几十年前 孟浩然留下了提岳阳楼的一个名句 气正云梦泽 波汉岳阳城 这句已经是气势十分庞大 但孟浩然此句 气只是掩盖云梦泽而已 波涛只是震撼岳阳城罢了 杜甫此诗中 吴楚和东南大帝被洞庭湖劈开了 宇宙乾坤和日夜 也浮于洞庭湖之上 这是如何一种惊心动魄的气势 蔡迪西星诗话中说此诗 不知少林胸中吞起云雾梦也 就是说杜甫比孟浩然这句的技巧高筹 更加雄伟 那么按照刚刚说的 通过将最后的一个字 作为导庄的集物动词 我们可以更好地感受杜甫塑造 大气波大长面 以及他出神入华的艺术想象 我认为这个解释 符合诗歌发展的规律 切掉大江流日月 这个句法也是一个导庄句 正常的语序应该为 日夜大江流 为什么不这么写 因为这就是一个普通的 对实际现象的直接的描述 日夜之中大江灾流动 都来非常普通 但是大江流日月 却是一个富有动态的 想象的描述 高下力见 基于卸跳的句法 杜甫进一步发明 把句末的最后一个字 用作极物动词 这个句法 是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 一大创新 我要对古人看法 提出更进一步的第二点 就是对转的看法 古人讲起承转和转在第三年 也就是亲朋无一致 老病有孤咒 的确 这里的转十分精妙 从前面开阔的景色 转到小我的个人经历 那么不仅景色 被衬托得更加伟大 个体也有 渺沧海之一俗的 落寞伶仃之感 相比之下 诗人的身世的遭遇 便是更加凄惨 这种由大到小的转 格外打动人心 在利益上来说 他一则在写 气吞塞壳 一则在表达自己 闻必能够干气象 杜甫在秋星八手中有言 彩笔西称干气象 当时他干气象 是在庙堂之上 他的彩笔影响和参与了政治 但是他现在 处于江湖之上 他同样是要干气象 他展示了自己 有干气象的才华和抱负 却怀才不遇 更容易令人产生共情 和孟昊然望洞庭湖 曾张丞相的转相比 高下历见 孟昊然此诗的景年是 欲记吴州记 端居此盛名 他是向宰相张九龄 传达一种热切干业的心情 格居偏下 也与上面气征云孟哲的大场面 有断裂之感 大家想想 我们读书人 是对哪一种情怀 更能感同身受呢 是依心求人引荐去做官 还是悲呛慷慨 亲济家国 而怀才不遇 大家心里想必已有了答案 我对于这首诗的转的新看法是 除了景年的转 伟年还有一个小转 这一小转 才是杜甫语言人格的高决之处 因此当我们领会转的精妙 不能局限在景年 而要注意它伟年的细微转变 龙马观山北平转第四流 这里杜甫从个人的层面 转到国家的层面 整首诗从个人写到家庭 最后落脚到国家 层次非常丰富 最能够让人动容的是 杜甫虽然身居江湖穷愁倒 却依然在诗歌的最后 把内心最深处的情感 给了国家 这是他抒情的自我 以家国天地 已经完全重合了 对比孟浩然 望动情争张宰相的伟年 做官垂调者 唯有献于情 此伟年完全是在画蛇天处 与景莲端居此圣明 所表达的意思完全一样 而从意义上来讲 孟浩然此事 有强烈的求官之意 相比之下 杜甫心怀家国 悲呛慷慨之情 显然比孟浩然的气节 不知道要高多少 最后除了整体结构的 顿挫有致 从语言上来说 杜甫这首诗 有很多细针密线严谨之处 罕年若按我的建议来解 岛庄集物的长句的主语 就是首言所言的洞庭水 又如景莲多县的孤舟 回扣了他首年的洞庭湖 他很可能是成舟而来 又成舟回去 最后一年 平轩第四流的平轩两字 又回扣了首年第二句 金上岳阳楼 整首诗的结构 可以说是天衣无缝 而在顿挫的节奏上 这些诗的细节的处理 也如此精妙 比如景莲亲朋无一致 不是没有亲人朋友 而是还有牵挂的人 却无一致 相隔很远 所以没有消息 一下子就把情感在空间上 无限扩大了 讲到这里 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 杜甫人格是伟大 和语言技巧是精妙 他是一位那么真诚的诗人 即便自己已经穷途末路 还心计唐王朝的命运 与这一片苍疑大地 前面一集我提到 杜甫师圣李白师仙 这些称号都是非常名副其实的 仙或许是超然人士 但圣永远在人们心中 无论处于江湖之远 还是庙堂之上 杜甫永远是位位卑 不忘忧国的真诚诗人 好了 希望大家都喜欢这首诗 和我读诗的心得的分享 那么下一集 我们讲的另一位浪漫天才诗人李白 对岳阳楼提诗 与夏时和登岳阳楼 他的精神世界和艺术手法 又是另外一番风景了 下次见